4 我嘿 3条57了 3条是这样子 三条 大家好 我小飞 刚刚抓完鱼坐这里休息的时候 咱刷了一下视频 发现一个粉丝朋友刚好给我发消息 他在我们隔壁县 他老爸养了一口鱼塘 里面四五百斤鱼 全部吃草长大的 最近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 加上他自己又不在家里 想让我们去他家 帮他把鱼给他收掉 咱们打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 喂 哎你好 哎呦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哦在忙啊在工作啊 哦对在跟我 哦你你我看你给我发那个消息挺急的是吧 那个鱼塘什么情况啊 我这一天就在我的房子旁边 哦在你房子旁边 对 那那那你你父亲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是现在身体不好 没办法割鱼草还是干嘛 对对对 他在那里老梗 没办法割鱼草 老梗啊 哦 本来他是自己在家里养点鱼 然后今天突然身体不好 是吧那边没人收鱼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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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您是在工地上干 哦哦你竟然看我抖鱼是吧 您您现在在工地上干活是吧 哦好热哦 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 那你那个鱼是想想我怎么办 我去帮你全部买掉还是干嘛 全部买掉 您您现在是自己不方便回去搞是吧 我您也在江苏了 江苏啊 哎呦 那好远了 那那大哥这样吧 您那个咱也刚好看到您的消息 也家里有这个情况 我直接我去帮你把那个鱼收掉 您啥也不用管 您在工地上安心干活 注意安全 可以不 哎 好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到我到了那边跟你联系 好 等我好消息 嗯好的 等我好消息大哥 谢谢你哦 好吧 谢谢你 那再见 再见 咱的话就不跟大哥多打电话了 我看一下他打电话的时候都 东看看西看看 应该是工作比较忙吧 不能一直在打电话 大概的情况我了解了 本来老父亲 咱这大哥年纪哦 我估计就得四五十五十来岁了 老父亲年纪不小 一直喂了点鱼 养了一些鱼哦 补贴一下家用 突然今年中风了 脑梗 然后可能身体不太方便 我们自己辛苦一趟 跑过去帮他把鱼收掉吧 准备一下 带好抽水机 直接出发吧 兄弟们 三台抽水机 四个桶 因为他说他家鱼 他面积比较大 鱼比较多 全部已经准备好了 小窩 直接出发 走 我们根据这个定位哦 一直找到这个村子里面 听那个大哥讲 他直直会在这里等我 哎 兄弟 是你们联系我这要有鱼是吧 是是是 你好你好你好 没有想象的那么远哦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那我还带了点水果过来 你帮我提提提提一下 那我客气 没事 哎呦 哇 我们那也没啥好东西 就拿了些水果 那你带我去 先去看一下爷咯 在家里是吧 他现在还会出去干活吗 还是都在 还要出去干活啊 这个田都是在旁边嘛 这田都是他种的 周围的田全部都是他 哦呦 那真的是 好奇怪 那东东西就放这里啊 那那爷爷在哪呢 我帮他看一下他吧 在那 在那 在那边 在那稻田里面 哎 爷爷你好 哈哈 我是来给你 爆鱼糖的 哦 是这个鱼糖要卖的 是吧 这是你儿子给我打电话 你这个鱼糖是 里面还有盗鱼 知道吧 还有八八多只大 一百多条 多大一条 我大概 有三四斤 三四斤一条 都是吃草的吧 都吃草的 都吃草的 你当时放的话 放了四百多条 放了四百多条啊 都是东西走的 这地心比较低 全部走跑掉了是吧 那你当时花了多少钱啊 花了 东西花钱嘛 花了多少钱 三百多块钱 买了四百条鱼 养了几年一起 用了三年了 三年多 哎呦 每天得花一两个小时去割鱼草 嗯 那这还跑掉那么多 这个鱼糖我一定给你整好 我听大哥讲 你身体最近也不太好哦 是吧 你还种了好多田 都是你种的 这就冬过一条田 哎呦 这么漏的天气 你身体不太好 你就多休息一下了 我有脑梗 你有脑梗是吧 嗯 那个不能累 不能气 怎么 不能生气 不能累着 你这个鱼想怎么卖 啊 鱼想怎么卖 按针啊 按针多少钱一斤 你想要多少钱一斤 十二块左右 十二块 十二块没问题 吃少的鱼十二块 嗯 我们都收十二块 那就按十二块收 全部帮你收走 嗯 里面什么 有别的鱼吧 有几大鱼呢 哦很少是吧 有大头鱼但很少 那我就全部一样的价格给你收走 那你休息一下 剩下的我来搞 你告诉我 或者你再告诉我 让爷爷多休息一下 你告诉我 排水管在哪 然后要不要 那个机器抽水 排水管了 那水能全部排掉吗 排掉 要抽是吧 我带了机器 没事 那就这样说好了 那你休息一下 我给你买了一些水果 一些在那吃吃水果 要要要要 给你拿了一些水果 那个兄弟 你带我去看一下鱼塘了 看一下排水的地方 好吧 我这个爷爷一看 就能特别勤快 现在估计是身体也不太好 才想把鱼卖了 是呀 啥都没有身体重要 爷爷你休息一下咯 爷爷 你去休息一下 不要紧了 在这里是吧 他这个一直往外排水 是那边是有一个进水口 为的是确保那个水位 一直在这么高 如果我们要放的话 需要把这沙带啊什么 搞起来就可以 那说好了 我就直接放水了 可以吧 直接放 直接放 今天我估计这水得 天气也太热了 我们明天明天来来抓 对吧 什么时候放完 什么时候搞 好 我知道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等一下算好速度就可以了 赌一下 不要让鱼跑掉啊 OK 你那个就不要出来了 就等着收钱 我去看一下啊 你那投资三百块钱是吧 投资三百多 投资三百多 养了这三年 割了三年的草 看一下能给你上多少鱼 好吧 等好消息 吃点水啊 喝点水啊 那我就不客气啊 喝点水啊 喝点水啊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你自己也喝点了 今天都会出我 什么 都会睡觉 在你家住啊 晚上在你家住啊 那不行 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我们到时候这鱼一搞 我身上脏兮兮的 都是你吧 我们这里找地方住 你今天多大了 我七十多 七十多啊 你几个小孩啊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我一个在新疆 一个在新疆 还有一个我知道 在江苏 给我打电话 那个 你那个儿子好孝顺利点 他说了 他为什么叫我去那个 不是说 想那个鱼塘卖多少钱 就是怕你年纪太大了 你不给你卖掉 你天天在里面割草啊 干嘛的 给你赶紧卖掉 让你好好休息 你坐 你坐 我坐那个凳子 好吧 我坐那边 你坐 那就是等于 所有的小孩 全都在外面 就一个 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只有一个人在 两个小孩 守着两个房子是吧 外婆有时候也在 我可以去 我只要在那里面割草 赶紧把鱼抓上来 大爷 我下去了 抓鱼了 鱼的话一般都会在这一块 这一块是为了防止别人用网来一网打劲 把鱼偷走 当然现在肯定没有这种情况了 以前我们农村留下的一些习惯 全部躲在这些 第一条大头 鱼的话三斤左右不算很大 我估计当时这里面鱼放太多了 人工喂草根本喂不过来 对 隔不营 还有一个原因 大的可能长大所以跑掉了 那不可惜啊 对 所以说咱就想看一下 爷爷养了三年 割了三年的草喂的鱼 到底能值多少钱 像这条应该两斤不到 但是这个颜色 绝对是赤草长大的 大鲤鱼 和鲤鱼可能都比草鱼大了 三斤多 三斤 三斤 14 来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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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条 23 上坡啊 23 哎呦还一条鲫鱼 还有鲫鱼 这么多 哎呦 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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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不到 两条 27 来来来来 37了 上鱼上鱼上鱼 一直往外跳 好 上鱼上去 哎 看一下这鱼 这条算是比较大的了 三斤多 说这个里面整体的鱼的情况应该都是在 两斤半到三斤 鱼不算很大 但这鱼的品质是挺好的 这一块这个鱼台应该是一直有 跟山上哪个泉水连接的 然后小虎你看 应该是从那边 那边剩下来的 一直有活水 这个水质比较好 所以咱这个鱼能养出这种 暗黄偏白的这种颜色 白白的黄黄的这种 哎呦这么大 我看 这个黄鸭头 而且它嘴巴还不一样 一模天啊 对 你这个骑得到 有点 有点 好 40 40条了 绝对不止 别说少了 对 41 54 54 哇嘿 三条57了 三条是这样子 哈哈 哎 三条 三条57 六四 一条 两条 六三了 哎 哎呦这黄鸭头真肥 水质不好长不了的这玩意 这么大一只 好肥哦 有半斤了吧 半斤 我得真得有了 我还觉得黄鸭头很难得半斤的 这只应该真有好胖 好肥哦 这只不算了哦 这只不算 那就六三 来 六四 六五 哦 六五六七 六八 六八 七十 七十 七三 来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来换了换了 你知道才到鱼吧 两百斤 或者说两百斤都不到 那鱼个头也挺小的 太小了 两斤多一条 轩哥 好大 抓不完了 还有好多一条 还要好多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抓的越多 三爷爷 卖钱卖的越多 换了越来越大了 九四 九八 九九一百了 一百是吧 好 一百零四 来换个盆换个盆 一百零解 一百零四了 一百零四条了已经 像我们平时为什么不用操啊 小五你看 鱼 往一往哦 鱼鳞全部跳出来了 对鱼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两条 一百零十七 一 teenager 唉呀一八十五 可以吗 别一直站在岸上見我们 不要不在看 浪辣进去休息它也不去啊 不过我能理解它 为了三年的雨 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大 想看一下到底能卖多少钱 两条 一百五十了 一百四十了 一百四了 越来越大看不见鱼了 水越来越深了 151 没几条在里面了 150只 小伙 我看了一下 鱼差不多了 爷爷当时跟我讲 里面尽量给他留个十几条 他也不去割鱼草了 就让他自己在这里面 养着 过年的时候等小孩回来 他们家里一人哪个一条两条 雨现在也很大 然后进水口进水一直很厉害 现在雨已经基本上看不着了 咱赶紧去把鱼撑掉吧 因为我们拉回家还得两个小时 你看一下这 去皮了这个 嗯 这个是公斤剩对吧 12块钱一斤 就是按24 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来 我所有的鱼都按一样价格给你撑走 好吧 我不分 全部一样 还有一盆 150多条抓了 里面应该有个十条左右 看一下爷爷 都养了三年的鱼 割了三年的草 能赚多少钱 割了三年的草 割了三年的草 割了三个鱼 没 开始撑了 也可以 分两下撑也可以 278斤 3000 这样爷 我看了一下 你这里面的鱼说实话养的比较好 就不要12块给你算了 我直接给你算15块 算15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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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 这里 你帮他看一下 好 4.180 不会重 4.180 4.180 这里 4.180 来 搬走 换一个框 你这鱼 你这鱼养的比较好 给你算的15块 一鱼 嗯 零啊 嗯 都30 就给你算30 这鱼养的好 都应该多吃草的 4.180 记一下 好 4.180 别跳别跳别跳 1780 4.180 加1780 5.960 6000块 可以吧 可以 好吧 要现金还是转给你 要现金是吧 你要现金 没有手机 我带了现金 把现金拿过来 得你这三年养的鱼 你得了6000块 所以说不是我们长辈去教育小孩子 我们说要勤俭节育干嘛的 第一个这勤俭节育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美德 第二个大家看到 我们老年人赚钱 年纪大的爷爷赚钱 真的是比较辛苦 三年 每天两三个小时各鱼兆 就这6000块钱 数了吧 没有数到 还没数 我数给你 5.8.9.60 这 这是你的 三下的我的 数一下 再数一下 你不会做 我再送一个小礼物给你 我昨天我过来的时候 看你还在太阳下面跑 还在田里面做事 你那个帽子都 最少戴了十几年了 我送个新的给你 这个不值钱 自己经常戴的 这个给你 这个挡太阳 你那个太破了 不要了 你送给我给东西了 你那个割鱼草的那个框 你现在鱼都没有 来个框送给我吧 可以是吧 可以 那走 你带我去拿一下框 帽子都戴上了 走 那我不客气了 这个我就戴走了 是吧 我为什么戴走 你知道不 我怕我不给你戴走 你下次还得去割鱼草 下次割鱼草 我以为走 下次又会做 你不要做了 爷爷说他下次还要养鱼 他还准备自己另外做一点 做几个 我都怕他再去割鱼草干嘛 割了三件鱼草 六三块钱 平均一天六块钱 三个小时 我给你带走了 你也不要做了 好吧 那爷要回去了 我走了 我还回去好远 我还把余速回去 怕死掉了 啊 来 再见爷爷 祝你生你了 啊 祝你祝你生你了 再见再见 有点 左右 我 感谢观看